现在时间七点整 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做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多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华国巴黎大学毕业的学生 然后曾经当过欧盟驻台湾的代表 欧盟驻台湾的代表 后来他转到华国的外交部 去当了外交部驻马来西亚的大使 华国驻马来西亚的大使 从马来西亚大使退下来以后 他就来到台湾 2020年开始住在台湾 专门研究有关台湾的一些历史 人文地理方面 对台湾非常有兴趣 所以庞维德现在是住在台湾 这本书穿越福尔摩沙 他非常特殊 这本书呢 他是庞维德呢 在华国的历史的一些资料里面 找到了从1630年到1930年 法国的各个探险家官员 或者是其他神父呢 所记载下来的台湾的一些 种种的历史资料 1630年到1930年是整整300年来 从最早的荷兰时代 哪一些法国人看到的台湾 是怎么样的景象 所以这300年来 法国人眼中所看到的福尔摩沙 是怎么转变的 这300年来的过程 所以这本书呢 是在台湾第一次用中文出版的 法国人300年来观察台湾的历史资料 记录 由庞维德来把它写成一本书 这是生平第一件 有关法国人专门眼中 300年的台湾的历史 由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 翁家英教授呢 他把它审定 很仔细的审定 然后由徐立松 把它翻成中文 也可以说是第一次 有系统的翻译 法国人看台湾300年的历史 这本书非常重要 由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所出版 这本书的重要性 是因为我们以前台湾曾经被荷兰统治过 被郑成功统治过 被清朝统治过 被日本统治过 到国民党政府来统治过 那么每一个统治者呢 都有留下一些他们自己片面的历史的描述 荷兰人荷兰人的观点 写了荷兰时代的台湾 那么明镇王朝呢 底下的一些官员 也用明镇王朝 郑成功的观点 写了台湾 清朝的时候 清朝的官员 用清朝的官员 观点写了台湾 日本人用日本人的观点 写了台湾 国民党用国民党的眼光 写了台湾 到底哪一个台湾 才是正正的台湾 台湾好像是三菱镜里面的一个世界 所谓三菱镜是经过折射以后呢 各种不同的风貌 台湾人要了解 正正了解台湾的历史呢 不能从单方面的一个观点 试点切入 法国没有统治过台湾 但是法国在三百年来 陆陆续续 有一些军人 有一些探险家 有一些博物学家 有一些神父来到台湾 他们看到的台湾 又是什么面貌呢 这本书穿越福尔摩沙 就是从一个法国人的眼光 第三者的眼光 所看到的台湾 非常重要 庞伟德在这本书的导演里面 曾经讲说呢 这本书呢 是集合了台湾呢 法文资料里面 三百年有关于台湾描写的资料 把它汇编成一本书 而且翻译成中文 可以说是第一本 专门法国视野视角的台湾史 那么台湾这本 你念这本书的 当然我必须先提醒你 你看三百年前的法国人 当然对台湾 他是有成见的 他是有自己的优越感的 他是有他的种族启示的 不要说法国人 任何个国家 当时西方欧洲国家来到台湾 他们的观点都同样 白人的优越感 和一个把亚洲当成一个落后的地方 不只是台湾而已 他们写菲律宾也是这样 所以我必须告诉大家 这本书里面所翻译的东西呢 不见得让你看到每一段都很舒服 但是很重要的历史 就是人家记录下来 他怎么记录 我就怎么样把它翻译呢 我一个字都没有删减 让所有读这本书的台湾人 也可以看到当时 欧洲人对台湾的一些见解和偏见 就算是这些偏见 我们要念了才理解 他们到底这个偏见是怎么形成 这本书呢 历经了台湾三个世纪 也三百年的台湾的记载了 来过台湾的法国人 其实整体来讲 以这个欧洲的一些 像荷兰啊西班牙比较起来 法国人来到台湾的人算少 但是他们对台湾的见解呢 看法和荷兰人 统治过台湾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 和民政王朝的人都不一样 所以呢 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台湾呢 真正立体的风貌 真正的台湾 不同的视野看到了台湾 这本书看起来呢 整本书呢 比小说还精彩 这个是庞伟德自己讲 他自己在翻译的时候 自己找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他说呢 这本书呢 简直是高潮迭起 比一般的这个小说呢 还要续剧的 这里面写了非常多的悲剧 还有住在这里面的人的 对命运的不确定性 就像一本呢 完整的探险小说 冒险小说 对一个法国人来讲呢 庞伟德是欧洲 欧盟驻台湾的代表了 那后来又专门在亚洲研究台湾史 然后又回到台湾 专门研究台湾史 你看他 他最后的一句感言是非常动人的 他说看完这些历史的记载以后 我简直难以相信 眼前的台湾变成这么优美 这么优越的一个国家呢 台湾人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是一个奇迹呢 台湾人有必要来念念这本书 知道祖先是怎么样走过来 从一个流亡之民 野蛮之岛 一步一步 欧洲人眼中的野蛮之岛 走到今天 进步自由 物产丰富 处处充满了台湾人的奇迹 台湾人有必要好好念一念这本书 他的导言非常的短 但是发哥念了就非常的感动 从第一段念起来就非常的感动 好 那这本书 从哪里开始讲起呢 发哥想要选择 他从荷兰时代 东印度时代的时候的历史讲起了 那么他第一章呢 就 揭露了一个 法国的军人啊 一个法国的军人 叫做 摩林尼尔 摩林尼尔 在1653年呢 他当荷兰的外籍佣兵啊 驻找在台湾 在台湾过了五年 这五年里面 在荷兰时代 这个摩林尼尔 这个华国人 摩林尼尔 这个华国人 这个华国籍的荷兰呢 东印度公司的士兵 他看到的台湾是怎么样的 面貌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个华国人所看到的 整个台湾的样貌 在1653年的时候 1653年你现在算一算 离开现在多久了 荷兰是1624年占领台湾 荷兰占领台湾38年了 那1653年 荷兰人1624年就 在大西洋和太平洋 同时开辟了一个港口 所以1624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代 在大西洋那边开辟的港口 就是今天的纽约广 曼哈登 在亚洲所开辟的这个港口 就是安平 热兰泽城 就是安平 现在的台南安平 1624年的时候 荷兰人来到台湾 那么这个士兵 法国的士兵呢 摩利尼尔 他是1653年来到台湾 也就是在荷兰人 统治台湾29年以后 来到台湾 然后在台湾5年 他离开不久以后 荷兰就被 郑成功的部队赶走了 台湾被收复了 所以他是在 荷兰统治台湾的 第29年开始 5年 也就是到 1653年 这个时间来 他是第29年的时候来 在那边过了5年 也就是在这里 过了荷兰统治的34年 荷兰统治台湾38年 他就离开了 也就是最后的那几年 他刚好铸着在台湾 所看到的一切 那么这些看到的一切 就非常重要 那么在介绍这本书 开始介绍这个 深度这本书的内容以前 发哥在这里 打断一下 因为是讲法国的 看到的台湾 那刚好发哥呢 有进口了法国 普罗旺斯地中海连岸的 最佳的橄榄油 进了台湾来 那么只有150组 都卖完了就没有了 大家都知道 最近全世界的港口 都在筛 筛爆 货柜也在筛爆 所以全世界的物价 都在飙升 但是发哥这批橄榄油 是在两个月前 就下单 已经付钱定了 然后进来 经过两个月 海上 到处港口筛港 才进到台湾 这150组卖完了 发哥没有涨价 一毛钱也没涨 这卖完了就没有了 下一批什么时候会来 我不知道 因为港口都在筛着 什么时候会到达 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要的 趁这个机会 你打电话给 0910-699-087 0910-699-087 找吴小姐 或者是你打 0983-468-356 0983-468-356 那个订北大午餐咖啡的 吴太太 就可以 好 我们开始来介绍 这个一个华国军人 在台湾 所看到的事情 是1653年 他留下的记录 这本书 这本 这篇文章啊 本来是收在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法文的游记里面 当时 这个 这本游记呢 叫做法国的 凡语的游记 就是说全世界的探险的 故事里面的凡语的 这些故事呢 都写在这个 收到这本书里面 这本书里面 刚好 凡语旅行建文录 这本书里面 刚好就收了这篇文章 收了这篇文章啊 作者庞维德先生啊 把这篇文章 从法文的历史档案里面 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以后 把它翻译成中文 莫里尼尔 他这个人呢 是怎么样一个身份呢 他是法国人 但是当初 荷兰东印度公司呢 来到了亚洲 他们 占据了印尼的巴达威亚 就是现在的 阿加达 亚加达呢 当个亚洲的中心 他成立了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荷兰人成立东印度公司呢 来亚洲开始进行贸易的时候 你知道荷兰 在他的本土 还没有完全独立 荷兰人 发哥讲过很多次了 荷兰人是编对亚洲 做生意赚钱 把钱运回去荷兰 搞独立运动啊 荷兰是脱离西班牙独立的 所以东印度公司呢 来到亚洲呢 他不只是做生意的一个公司呢 他还可以拥有 自己组织军队的权利了 而且他可以独自指挥军队呢 在殖民地里面 或者是要占领的地方 出动军队 去接受东印度公司的命令 去出兵了 不必经过国会 当时荷兰还没有独立 不必经过国会 他就能够出兵了 国会也管不到亚洲了 所以当初荷兰 你要知道荷兰人的军队 自己来到亚洲的时候 它是个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 它底下的军队呢 不是只有荷兰人 也有西班牙人 也有华国人 只要在欧洲 奋得不如意的人 你愿意 加入到荷兰的军队 东印度公司里面军队 经过训练以后 他就变成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 不是荷兰的国军 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 后来英国也成立了 东印度公司呢 英国比荷兰早一年 但是他的运作比荷兰晚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呢 还有运作的模式 也是和荷兰模仿荷兰 这样的形式 他也一样拥有军队 他有组织军队的权力 但是他出动军队呢 英国当时议会制度 已经很完整 所以荷兰军队是要向国会报告 像鸦片战争 就是向英国的议会报告以后 才出兵 但是荷兰不是 只要你愿意加入 就变成荷兰的军队 所以荷兰的军队里面 有瑞典人 有德国人 有这个葡萄牙人 有法国人 各个国籍的人 其中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荷兰军队里面 荷兰东印度公司 住在台湾的军队里面 是德国人最多 所以一直我们以为 荷兰军队和这个 在台湾和原住民打仗 或者是和郭怀裔的军队打仗 都是荷兰人在打仗 没有 他的军队里面有德国人 有这个法国人 那个 莫里尼尔 他是法国一的 在亚 欧洲奋得不好 加入了荷兰的军队 然后来到了亚洲 然后派到台湾 当时你要知道 要加入东印度公司的军队 他必然是亡命之徒 为什么是亡命之徒 当时的那个时代 17世纪中叶的时候 加入到荷兰军队 或者加入到葡萄牙的军队 或者加入到西方 其他的这个国家 强国的国家 从欧洲来到亚洲 最后能够安全回到亚洲 欧洲的人 只有一半的人 只有一半人是什么意思 剩下一半的人 有些会死在海上 有些是死在对亚洲的战场上 有更多是来到亚洲 有水土不服 生病得到疫病死在他的殖民地里面 所以当时50%的死亡率 能够回到欧洲去的只有50% 你想想看要参加一个国家的军队 那是夺大的冒险 不像现在的 你随便去参加一个外国的这个航运公司 你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九十 或者九十几都可以回来 很少发生意外 但是当时你要去加入一个 东兴的公司 荷兰的也好 或者葡萄牙的也好 你活存活到欧洲的 回来的这一半 所以这些都是在欧洲 混不下去的 亡命之徒居多 亡命之徒的特色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来下午讲慢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快到年报榜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发哥 发哥今天和大家介绍这本非常重要的书 穿越福尔谋杀 法国人眼中的台湾印象 1630年到1930年 法国曾经驻欧洲驻台湾的大使代表 潘维德所写的这本书 讲到这本这篇 一个法国军人在台湾 这个章节 这篇文章 作者叫做Morinier Morinier 他只知道是法国的军人 法国人参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 变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人 派驻到台湾来 1953年开始在台湾待了五年多 然后回到欧洲去 Morinier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怎么样的出身 完全不知道 只知道呢 他留下来的这篇文章啊 是法国人描写台湾啊 最重要的 荷兰时代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是质地有深的文章啊 所以研究 在法国研究台湾史的人 都会念到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啊 非常的长 而且对台湾的描述 荷兰人统治台湾的状况 军事行动 整个组织或者怎么样的 写得非常的详细 所以他的重要就是重要在这里 他开始呢 这篇文章的回忆录 刚开始是描写到 他来到台湾以后 在热兰浙城啊 登陆 他说热兰浙城 荷兰人所建立的热兰浙城啊 是建立在一片的沙桌上 今天我们去看的热兰浙城 就是现在的古安平古堡 现在我们去的时候 因为古安平古堡和台南市 因为经过冲刷 泥沙的淤居 经过沧海商田 现在是和台南市连在一起的 我们开车可以直接开到 一载金城 安平古堡那边去的 但是当时呢 他是一个独立的沙洲 他和台南市 是隔着海的 他没有办法直接 他要坐着船才能够直接 才能够到这个河南市的 台南市的浮城这个地方来 他是一个浮城外面的一个 孤弦的沙洲 他离开这个热兰浙城建筑的这个沙洲 安平古堡呢 离开那个 这个浮城的陆地呢 有好几公里的远 那么河南人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方建筑这个第一个最重要的 这个炮台 这个这个基地呢 因为他最靠近外海 如果他在这里逐城堡 如果外面的人要来攻打他的时候 他必须船要靠到旁边来才有办法 攻打他 那个陆地 住在陆地上的原住民 如果万一要反抗他们的时候 他们没有能力度过这个狭窄的海湾 所以他把沉建在这里 把大炮架在这里 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林行的城堡 这林行的城堡呢 离开陆地 台南市的大的陆地呢 有四分之一 里 那个时候的里呢 那个时候里 范算城现在大概是十公里 就是这个安平古堡所建立的炮台位置呢 离开台南市的陆地呢 有十公里那么远 他都在这个城堡里面呢 建立了四角呢 四个林堡呢 建立了四个林堡 这个林堡在用墙 在用那个墙把它整个连接起来 那么城墙上可以互相的连接 他都其实 这个城不只是有四个林堡 然后用这个围城把它连接起来 外面在这个城四角形的城 外面呢 还有两个林堡 在最前面的林堡 然后在最外城还有一个围墙 把这整个城堡 整个围起来 也等于就是他有两个前哨站 还有两层的城墙啊 外面的一层是把整个城包起来 里面把四个林堡连接起来的 像万里长城一样的那个 那个城墙把它建造起来 这是两层的防御啊 他在这个城里面啊 住了非常多的有钱的汉人 来做生意的汉人 还有荷兰人 在这个地方啊 最大的船 从中国来的龙扩船 来做生意的船 最大的船有四百顿 四百顿并不大了 那为什么会只有四百顿 而不是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远洋的船嘛 那龙扩船 普通都是从福州 厦门 来到台湾做生意 为什么要来到台湾做生意 如果你了解明朝历史就知道 明朝不准许它十四海禁嘛 从住院让游就十四海禁啊 十四海禁啊 它不让这个外国的船 直接到中国去做生意 它只在中国的周围会做生意 得到这个特权的 第一个是葡萄牙人可以到澳门 荷兰人本来要到葡萄牙 那个到澳门去的 结果和葡萄牙人发生了战争呢 河兰人打败仗 打败仗以后 他又退到哪里呢 去占领了澎湖 他觉得澎湖和中国比较接近 因为他做生意的主要目标在中国 但是澎湖后来呢 沈友龙将军呢 又去说澎湖是我们明朝的土地呢 你应该离开了 后来河兰人就来到了安平 在安平建立了他的城堡 那么中国的商人要和荷兰人做生意呢 只能从福州厦门直接开船 开到安平港来 开到荷兰人的热兰泽城来做生意 所以那个船并不是非常特别大的船 最大400顿 400顿当时算是大船了 轮廓船 那么这些商人和荷兰人做生意 中国的商人主要运进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主要运进来的东西是黄金啊 金条啊 然后呢 很精美的私之品 还有一些瓷器 主要还是纺织品和瓷器 那么为什么黄金呢 他运黄金来荷兰人这边 来到台湾来干嘛 他换那个银回去啊 因为他中国当时的明朝的那个 明朝和清朝的通用货币是银啊 在中国是银啊 在日本是金本位 中国是银本位 所以中国的商人带着金条来 也是来向荷兰人买货物 或者用丝织品 中国的蚕丝 当时是最最有最 在欧洲最贵的东西嘛 用金制的丝织品呢 来和荷兰人交易 另外就是瓷器嘛 所以你知道瓷器的英文叫做China China和这个国家名字一样 那瓷器你就代表他的特别的一个特征 欧洲的贵族 皇宫贵族喜欢中国的瓷器 所以这些都是对欧洲来讲 都是珍贵的东西 那么这些船来到了安平啊 把这个金条啊 石枝坪啊 瓷器啊 和荷兰人交换 荷兰人交换什么东西回去呢 第一个就是香料 第二个是棉布 第三个是大红布 第四个是白银 好香料当然是 在亚你要讲到亚洲的历史 尤其是大航海时代 你会讲到香料不可 今天我们来讲这些香料 像胡椒啊 胡椒啊 豆蔻啊 这些东西 在我们今天来讲 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但是在那个时代 胡椒是多贵的东西啊 胡椒啊 不但是在欧洲贵到不得了啊 在中国也很贵啊 因为中国没有胡椒啊 胡椒在哪里 它产在印度洋的 这个香料群岛啊 这一代的 还有就是南洋有一代 有一些有胡椒 胡椒是改变亚洲航运史的 重要的东西啊 胡椒 豆蔻 若贵 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在中国也是 这些香料呢 也是在 明朝的这些贵族 才有 用得起这些香料 所以他和荷兰人 和那荷兰人 因为在南洋有殖民地啊 从巴达威亚 收集各岛屿的胡椒这些香料 那这些香料他也运到台湾来 和这个 和这个明朝的商人交贩 明朝的商人要的是香料 要的是什么 棉布 棉织的棉织品的布啊 中国有细织品 但是棉织品呢 当时没有像欧洲那么进步 他们织的棉布 有特殊的花纹 特殊的呢 所以很多人讲 我们现在用的客家花布啊 我们现在用那个 有大红花的这个客家花布 我们象征客家 其实客家花布也是欧洲人 从东亚带来的 这个有时间再来讲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红布 红布 你知道红色的布匹呢 在中国的 这个所有的一些场合里面 中国人特别喜欢红布 因为红布代表喜事 而但是他们没有不产这种 棉织的大红布啊 没有像欧洲那么精美 所以他荷兰人也和他交换 大的红布 那白影 白影我刚刚讲过了 他这里面最重要的 他说是什么 在那个热兰浙城 荷兰人的热兰浙城的街上啊 时常保持的多少人在这里 汉人在这里做生意呢 或住在这里呢 有两万五千人到三万名的汉人 荷兰人才两三千人啊 连驻扎的军队和他的眷属啊 最多都是 也不过三千多 不到四千啊 但是来做生意的 汉人 明朝的这些商人啊 有两万五千人到三万人 所以变成了 这个都市是荷兰人建的城堡 军队是荷兰人的军队在这里 但是汉人 有两万五千人到三万人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汉人 驻扎在里面呢 你要知道啊 离开过这个城堡啊 汉人要进入到台南市 进入到别的地方去呢 陆地上去呢 他就要经过穆加溜安社 麻豆社 这个骁龙社 新港社 这个是当时的 平补祖住的地方啊 当时在明朝的时候 平补祖还是非常强悍啊 只有扫布啊 荷兰人已经驯服了 但是他们很讨厌汉人啊 汉人去到那边会被出草啊 所以他们去 和他们有特殊关系的人 通过荷兰人去让他做生意 买了 平补祖的 鹿笼啊 鹿谱啊 这些鹿的东西啊 鹿皮啊 买了又要运回来 到这个 热兰泽城这边 和荷兰人交易啊 把鹿皮卖给荷兰人 把鹿谱啊 鹿笼啊 运回到厦门 中国去 因为中国的中药 这是珍贵的中药 所以他们住在这里 比较安全了 住在街上比较安全 当然有少数的汉人 就住到 靠近平补祖的地方去了 世界上去 那倒是相当冒险了 经常有被出草的可能性啊 然后住在这个 热兰泽城的汉人啊 在周边 白天 在周边的附近啊 来到靠近陆地 坐着船出去 去做农业为主 种农 农作物为主啊 这农作物里面 以什么最主要呢 以这个蔗糖 甘蔗为主要 甘蔗要干嘛 就是做糖嘛 所以台湾开始的 经济作物很重要的 就是糖 就是甘蔗 好 这里面讲到台湾史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台湾史非常特殊的地区 和别的地方 非常不一样的地区 台湾的原住民 住在台湾几千年 没有发展出文字 台湾开始有文字 当然是汉人带来的汉字 还有荷兰人带来的 罗马拼音字 所以你很少一个地方 像台湾这样 前几千年没有文字 台湾开始有文字 四百年前开始有文字 有汉字 荷兰人带来的拼音字 有同一个时间 台湾就跳进了世界的舞台 这个岛几千年没有文字 从有文字的历史记录开始 它已经是世界岛 所以台湾人 要对台湾有个特殊的认识 台湾是从有文字记录开始 它已经是世界岛 所以从留下来的汉字也好 留下来的罗马字也好 你就看到四百年前 台湾已经是世界岛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台湾是岛国啦 岛国文化 心胸狭隘 要胡说八道 这些是什么人带来的观念 中国人带来的观念 你中国的土地都在陆地上 东亚最大的国家 陆地上为主 而且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中国人里面 土了泉州张州的猴鹿郎 都是很怕海的 戴季陶啊 蒋伯国的爸爸戴季陶曾经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什么叫做汉民族 汉民族叫做下海事命上路失财 下到海里面就怕溺死了 一上到陆地上就想要花财 他是把整个民朝清民国人清国人或者换称的所谓中国人的特征描写得很特殊 所以这些人来到这个地方 是很特殊的人才敢来冒险到这个地方做生意 然后做糖 那糖一开始 台湾的农作糖开始就登坡 有登坡开始 台湾就是这个糖就是世界贸易的东西 他卖到厦门去 同时也卖到日本的九州去 日本不产糖 日本到后来拥有了琉球以后才有糖 没有甘蔗 甘蔗是热带的东西 所以汉人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就是荷兰人聘来的重要的一些奴工 在这里种甘蔗 制糖 制糖以后卖给汉人 或者卖给荷兰人 卖给汉人 这些汉人就把他带到下面去 把这个糖卖回到下面去 卖给荷兰人 荷兰人就把他运到九州长崎 那边去卖了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荷兰人建立了热兰测城以后 对来住在这个热兰车城的街道上的人 对所有来的汉人 七岁以上的儿童都要抽人头税 好 你来到热兰测城 我热兰测有荷兰人的士兵在这里 保护你们大家的安全 这汉人住在这里 当然在这里娶太太 干什么 做生意 当然要有士兵保护比较安全 但是荷兰人就说保护费 你来住在我街上 你要定居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要抽人头税 从七岁以上的孩子都要抽人头税 荷兰人的东宁度公司呢 光是抽这个人头税呢 每年从这些汉人抽的人头税 就有二十万磅 二十万磅是多大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这个就是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殖民的特色 他说在这里的汉人呢 很乐中于做生意 或者少部分人呢 陪子他们读书啊 那么有这些汉人有将近 他们用的汉字 当将近有六万个字 六万个字其实很少 用那么多字的 康熙字典才四万多字 对不对 六万多字 当然这个是士兵所形容的 应该都听来的吧 男孩子女孩子都穿长包 又袖子又宽裕 把头发留头 他们从来不剪头发 把头发 因为鲁家讲的身体法 无受制父母 不可毁伤啊 把头盘起来插在头上 这里面最重要描写是 他们对女人啊 他们普通 比较有钱的生意人 娶了太太以外就娶太太 他们对妻妾 他们想离婚就离婚啊 而且经常把赚了钱要回到泉州张州去的时候 把太太卖掉 把太太随便卖给另外的商人 让给别的商人 把小孩子带回泉州去 小孩子男孩子才是他继承家族的血脉 从这里就看到 整个泉州张州来的汉人 对女性的启示 把女性当作货物一样的换卖 然后这里面 还谈到他们怎么样娶太太 他们的宗教是怎么样 非常精彩 但是今天讲不完 明天再感谢期间 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